我們現在主要講的是關於BAN的設計方式 設計方式是YoungDays的團隊提出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BEN設計模式最大的優勢是什麼 就是說它可以光是游覽class名稱 它就知道它的前後關係是代表什麼意思 像譬如說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code 以前我們在寫CSA的時候 你可能透過Menu和Item來看 可是你還是看不出來說 它到底這兩個東西有沒有相關聯繫 所以你可能會必須再回頭去看CSA程式碼 才知道說Menu裡下有Item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以去了解它是前後的關係的 但是仁次代表說你還是必須看HTML Code 再回頭去追CSS Code這樣子 但是BAN的設計模式的話 你只要看HTML Code 就知道它前後相關聯繫是代表什麼意思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是BAN的設計模式的話 它會這樣寫的 這樣子 你可能現在的話還是看不懂這樣code 我用簡單的方式去講 那後面會詳細的去做介紹 如果我今天有關係的話 它LI的話會有前綴詞 那利用雙下底線和雙中線來代表各代表它的意義 對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很直覺的看出來說 Menu的話 LI設計的東西都是跟Menu一樣的 是底下的模組 那產品的區塊的話跟Menu是沒有任何相關聯繫的 所以我就可以直覺知道說 產品的區塊可能是單純一個Layout而已 那Menu的話可能是一個Module的模組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要關於講到說 Ben到底是什麼意思 那Ben的話它設計模式到底這樣該如何去做開發 它主要是分三個主軸 那Men的話是各代表block區塊 Element元素還有修飾服Modifier的方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區塊是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設計網站的時候 一個表頭的話可能會有logo 那或者是搜尋框 或者是Menu 或者是login login的外圍會有DIV 包住裡面所有東西 這樣才可以方便我們說 今天logo要移到中間去的話 我只要指定外圍的block 就可以讓它移動來移動去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在設計網頁的時候 都會有像這樣的block的區塊 一定會去設計到的 那再來我們來看Element的部分 Element的話就是說 你今天一個區塊裡面一定會有一個module module的模組 或者是說它今天可能是一單一的元素 像你這邊的按例的話就是LI的元素這樣子 所以今天它就指定說 Element的話它是底下各個LI的元素 對 如果它是Element的元素的話 它是加上雙下底線的 對 所以我就可以透過這樣方式到說 這邊LI是menu雙下底線item 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知道說 我今天這個指定的class名稱 就是在指一個元素設定方式這樣子 最後我們來看modifier 那modifier的話自然就是雙中線 modifier的話它實際上就是關於 它蠻像SMSS的Static rules 就是今天如果狀態改變的時候呢 它就會更動它的狀態 像比如說以狀態來講 當我滑鼠滑過去的時候 它動態產生出一個class 新增一個class的名稱出來 才可以讓路者知道說 它目前是被點選的 或者是說 如果今天這個東西是滿版的 我今天到其他頁面的時候 它要變成三分之一的區塊的時候 它就可以寫search 然後search 雙中線1 of 3 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去做設計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知道說 雙中線就是 你今天可能是樣式去做改變 或是你的狀態改變 那如果 如果是雙下底線的話 就是上面的element 就是說 你現在是在指定一個元素的部分 所以各有各的負責的方式 再來我們來講一下 我們來找一些範例好了 像以這個範例來講 它這範例就是說 你一個block 裡面有兩個元素 那這兩個元素的話 block的區塊還有一個修飾符 來更動它的狀態 像比如說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搜尋框 全站搜尋 所以我最外圍的block 設定一個search 那再來的話 因為我底下有兩個元素嘛 就是文字欄位 還有summit的按鈕 所以我就寫說 第一個元素叫做 全站搜尋 雙下底線 那field 或者是說 或者說它今天是個按鈕 所以你就寫size search 然後放個下底線 button 這樣子 對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出來說 我們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去設計相對應的東西 再來你可以看到說 今天這個全站搜尋的block 就可以看到這邊 它有一個雙中線 就代表說 今天這個東西 它本來預設可能是 1 3分之1的寬度 或者是它沒有寬度 可是今天加上雙中線for的話 它今天這個狀態 就變成滿版的方式 來呈現它的搜尋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像你下面的程式碼 它有div media 還有div classbody 那body mediah3 它P段落 可是你今天這樣看的時候 根本看不出來說 media跟body 它實際上到底沒有相關連 還是說它是獨立的 這個是layout 那這邊可能是一個module的區塊 但是如果你今天用ban的寫法寫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說 今天這個是media 如果今天的話 我今天這個東西到底是 如果是它們底下元素或組件 模組組件的話 那我就寫雙散點線body 我透過這樣的方式 就可以很輕易的知道說 這樣寫就是 跟這個東西是有相關連的 那這個東西是它底下一個組件 可是如果你今天看到 H3和P段落 它寫alpa 還有led 那就代表說 這兩個東西的話 它是獨立的class名稱 並沒有綁定在media裡面 它跟它是並沒有任何相關連性的 所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但是我們在游覽code的時候 就變得相當的清楚 不過有些東西需要釐清的是說 什麼實際上你不會需要用到ban 就是說 如果今天可以獨立成一個class的時候 它是具有負用性的時候 那就可能需要到了 這樣比如說以這邊來講好了 如果今天這東西 它如果是menu的區塊 可是我今天這東西 可能到其他地方的時候 它可能還是會用到 並沒有說關於menu的部分 會用到而已 我可能下面標尾的地方會用到 中間會用到 那上面會用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不應該 你就不應該把它綁定在一個class名稱裡面 像比如說清楚浮動 或者是說它只是一個製作功能 像這種獨立的class名稱的話 你是不用把它變成ban的 那第二點其實也是在說一樣的事情 就是說 並不是所有的元素都要遵守密研的規則 對 所以 假設來講 假設來講的話 我今天東西的話也是一樣 我在content裡面有個選單元素 可是我今天選單會用到其他地方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在表尾換 它會出現在表尾的側欄 那這樣的話 你不應該就把它 不應該把綁定在中間 底下的menu 因為它可能會出現在表尾或是上面 那這樣的話你就可以把它 這樣的話你應該是把它變成一個 module模組才對 就SMSX的觀念 module模組 好 其實在以前的話 大家其實不是很喜歡寫ban這個東西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今天如果沒有寫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滴個選menu 那 我每寫一次的時候 我們都還必須加個下頂線item 就是你每次都必須還要去加前面這個字出來 那比如說底下又有一個中線的狀態的話 難不成我又必須再寫這樣子嗎 這樣子 你還必須寫menu 還要繼續寫前面的前綴詞 所以這樣對設計師來講 一直寫code 對他們來講 也是一種負擔 還要去記憶一些有沒有東西 所以SARS 3.3 它其實有支援ban的設計模式 那像譬如說以前我們在寫的時候 都必須從上到下寫下來 可是SARS 3.3的時候 它可以這樣寫 就是說 and的符號 它可以去連接字串 所以這樣compile出來的結果 像譬如說連接media 請取負選擇符 所以就變media雙中線4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就看你個人習慣 你如果覺得這樣習慣 你看得懂 那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去做設計 可以少打一些code 那如果你覺得說你寫的時候 又有時候會忘記 它的結構是怎麼樣子的話 那你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去寫 也是可以的 所以總結一下 ban的功能主要是說 你今天在瀏覽HTML的code的時候 你瀏覽HTML的code的時候 不會因為說 你不會因為說 你找不到它的前後的關係 那只要扣過HTML 就知道它CC結構長成什麼樣子 對 如果你今天不想用ban的話 那你應該也要了解它的設計模式 這樣子你們今天團隊的溝通的時候 才可以透過看到你的CSS的class名稱 知道 還有HTML的結構 來知道你的 CSS的整體ZWO長成什麼樣子 好 那所以關於ban的設計模式的話 我想就直接到這邊